我一直對民進黨都不滿意 竹梵不及背仔 我覺得女性的能力 也說不定會比男生好 鋼樓並進 因為美國還在看管著他不是嗎 不是前幾天不是有個人來面試他嗎 應該會變更差 因為他嘴蠻秋的 真的對方打起來的時候 我們能逃哪裡去呢 對馬英九他很像就是賣台的一本子 我覺得 我不想去批評他 但是台灣人很悲哀 當一國的總統為什麼去那邊 真是賣台 就像台灣跟美國 或台灣跟日本 就大家和平相處不是很好嗎 我不在乎 因為現在比較重要是花蓮 因為畢竟他是卸任的元首 手上也知道很多的資源 或一些前資這些 我們還是會擔心 賴清德公布行政院政府院長 你滿意嗎 想對辛格奎說什麼呢 應該是不錯的人 心氣象拔就拭目以待吧 比較不熟悉 主要以前他做文化部相關的產業 對那部分是有印象 覺得算是現在可以接受的一個組合 不太熟悉好像沒什麼特殊表現 印象當中他當過文化部部長 任內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深刻的 我一直對民進黨都不滿意 就是有關於媒體的自由 主婦不及貝宅這樣 以前的那個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為台灣 再努力再貢獻很多 很好我覺得很好 不貪不舉很老實的人啊 不錯希望他們的組合能更好 大家百姓生活的都更好 不管誰當都OK啦 只要對台灣的發展是好的是OK的 換人就有新個奇想吧 因為女性的能力 也說不定會比男生好 剛樓並進吧 就要看後續發展 不錯啊 他滿有經驗的 他之前有做過民進黨的主席 他跟一般的立法院溝通還不錯 他好像是在華國嘛 留學嘛 喜歡說延續 我們目前的蔡英文總統的政績 對跟國系方面的一些交流 不認識 應該聞聞聞聞人吧 不認識 但是剛剛看起來很像小美琴 不認識完全不知道 大概有聽說 好像比較沒有派系的色彩 感覺這兩個的組合是比較清新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爭議 算是安全牌的組合 這樣能做一些改革啊 最近有發生一些兒哨的事件 這些福利的部分 都需要再加強 賴政府520就會就職你 認為兩岸關係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會期待新政府有新氣象嗎 應該是一樣 維持和平 我們就覺得很棒了 我覺得會稍微動盪一點 但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是會以現狀為主 因為賴清德 畢竟不是他們期望的那個人選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會稍微 有些台上台下的一些動作這樣 感覺好像會比之前稍微不好 因為他好像是一個比較偏激的台獨這樣 不會很擔心啦 因為美國還在看管著他不是嗎 前幾天不是有個人來面試他嗎 就是大家生活平安 就是不要戰爭 好幾十年都一直講說要戰 他們應該也不會攻過來啊 賴清德是跟著蔡英文的路線在鑄嘛 我們沒辦法去跟他抵抗嘛 但是我們也不會攻擊他 打我們也不怕啊 蔡英文說了我們有很多 我們防疫性的武器我們很多啊 我們不去打他而已啊 我們不去挑釁他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嘛 跟共產國人還是不一樣嘛 其實大家都愛這塊土地 應該不會太大的變化 應該會變更差吧 因為他嘴蠻秋的 賴清德他之前台南市長說嘴蠻秋的 雖然他之後有修煉 但是他很難保證他之後不會嘴秋 應該會吧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 因為又是綠色啊 大陸就比較喜歡藍色啊 我是覺得可能會稍微緊張一些 因為畢竟他有一個就是 統獨的印象在那邊啦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也是會走保守的路線 應該不太會就是有其他 比較輕舉妄動的一些舉動 馬其二會你個人支持嗎 有多交流就是 對我們兩岸都是有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比較偏不太正統的一個交流 我就是傾向於中共那一方 不太支持這樣的行為 就是有點背離台灣主流民意的感覺 我表示支持 因為其實兩岸還是要和平吧 沒有人希望戰爭吧 如果當一個執政者 你要勇氣去面對這個問題嗎 不是當個縮頭烏龜 不去面對兩岸的問題 然後就躲在後面 都不去溝通協調 真的對方打起來的時候 我們能逃哪裡去呢 我不支持啊 因為他們在密談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啊 他們也不會公開吧 對馬英九 他很像就是賣台的一本子 我覺得啦 我不想去批評他啦 但是台灣人很悲哀啦 當一個的總統 為什麼去那邊 啊 真是賣台 因為我們要負上 要平起平坐 他也是一個國家 我們也是一個國家 他怎麼可以說我們不是國家呢 他要跟他見面 說不定對後續發展會比較好 我覺得是正常交流吧 不太支持 因為馬英九太中國化的 跟他個人的想法啦 像習近平的話 你說他跟他面會的話 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啦 是蠻支持的 不管是不是怎樣 就兩岸和平是還蠻重要的啊 就像台灣跟美國啦 或台灣跟日本啦 就大家和平相處不是很好嗎 像民進黨這樣才比較over吧 就完全不接觸的 我不在乎 因為現在比較重要是花蓮 如果看他馬英九新聞 就跳出來一下 然後在後面一直看花蓮的新聞 地震就震了 還一直看他 個人是不太希望這樣子啦 因為畢竟他是卸任的元首 手上也知道很多的資源 或一些前資這些的 對啊 我們還是會擔心 YAHOO